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不劳您费心了 孩儿自己处理 那你去处理吧 小丽 小丽 你站住 小丽 你站住 你为什么要骗我 因为我不希望你见到她 你找到她 所以你就说她是残花败流 说她被打入冷宫之类的一堆的谎言来搪塞我 没错 我以为我把她说得一文不值 你就不会想她 你就会放弃她了嘛 那这对你到底有什么好处啊 因为我已经卖身给你了 所以在我的脑袋瓜里头 能让这辈子能碰我的男人只有你一个 我不许别的男人碰我 相反之下 我觉得也不能要别的女人碰你嘛 我说你啊 我到底要说几遍你才能听得懂啊 当初我拿那些银子是帮你丈夫的 我从来没想过要拿钱把你买过来 是你自己一定要跟着我的 我不管 本来这辈子我已经是你的人了 要是你不爱我的话 我这辈子就是你的丫鬟 是你的仆人 要是你爱我的话 我就是你老婆 怎么样对我 就看你的选择 好 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既不要你当我的丫鬟 也不要你当我的老婆 我要你当我的 当你什么 当我的别逼我 你让我想想 不准想 快说 妹妹 对了 当我妹妹 当你的妹妹就当到你的老婆了 我不要 可是我现在心里面想的就只有庆宁啊 那你去找她啊 不是 要去找她 你 喂 小绿 这女人真是麻烦 不 只有小绿麻烦 老婆 在你干吗 而你敢も 去找她 抱住了 那你和你兄弟 你ล舍不从 你把你都已经被闹好了 你把你找到的 她最学会 都被你逃寒了 我梅姐 得逃了 有ей她 你禅师 我手 为什么 因为 你曾经是我寄予过厚望 也曾经让我彻底失望过的男人 静灵你也知道了 我大病一场昏迷不醒 从前宫里面发生的事情 我都忘了 你可不可以从头到尾 把你跟我之间发生的事情 再告诉我一遍 或许我能记起什么 六岁那年 我爹战死沙场 皇太后 敬重我爹是一代忠良 为国捐躯 她好心地帮我接到宫里 还封我为公主 所以小时候 我跟皇上还有二皇兄 可以说是青梅竹马长大的 那时候 我跟你的感情很好 清廷 你看看 那些都是心中的 皇上 这两个宫里长得挺漂亮的 大皇兄 你以前当太子的时候 轻负一点倒也罢 现在你已经贵为九五之尊 应该知道什么叫庄重 吃醋了 走吧 皇上 皇上 请您公主 免礼 苗尚叔 这位是 且比皇上 微臣知道皇太后最近在甄选贵妃 所以带小女进宫 让皇上跟太后看看 女儿还不参见皇上 参见皇上 免礼 苗尚叔 你的女儿看起来很漂亮 谢皇上夸奖 大皇兄 我们还要去找二皇兄呢 皇上 微臣给小女先告退了 好 怎么了 又吃醋了 好了 别吃醋了 我如果要立贵妃啊 你一定是第一人选 你说立就立啊 还要看我乐不乐意 庆宁 皇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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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兄去哪儿了 皇上 您温柔一点 来了 皇上 来 皇上 来 来 来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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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宁 你骗我 庆宁 庆 皇上 皇上怎么能够做出这种事呢 我的意思是 朕身为皇上 怎么可以欺负你 其实 你本性不坏 只能怪母后从小到大 把你给惯坏了 让你变成一个 不折不扣的顽固子弟 那是我对你 最失望的地方 后来 你是越来越放纵自己 我对你就越失望 近几年 又听说你只顾纵情生涩 在后宫终日酒食肉银 连早朝都不上 原本 我还对你抱有一丝希望 听到这一些 我绝望了 彻底绝望了 所以你倒是根本不想到我的贵妃 要是之前 我肯原谅你跟苗尚书的女儿那段无眉苟和 现在 我也许是贵妃娘娘了 可之前我都拒绝你了 现在又怎么可能答应呢 如果我答应你我从此改变 变成一个好皇帝 你会回心转移 这话不是今天才跟我说的 之前你给我一次又一次的承诺 结果我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你还要我相信你吗 这一次我是认真的 请你啊 姑去我或许伤得很深 但是请你相信我 这一次我是真的 好吗 我说过 我对你已经彻底绝望了 你别骗我了 在御花园的时候 你看到我大饼出鱼 你激动忘情地抱着我 我可以感受到你心里面 对我还是有很深厚的感情 不管你怎么否认 不管我过去怎么伤你的心 从今天开始 我会让你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皇上 我不会再纵情声色了 不再终日酒池肉淋了 我会把我所有的感情 都灌注在你的身上 相信我吧 就从今天开始 我会做给你看 你看 这个呀 是你最喜欢的碗盘 想不想顺手牵羊啊 哎呀你别闹了 那是我小时候不懂事 后来老爹他教育我 做人要正正直直的 不要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 再说了我现在是皇帝了 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看你现在啊 是一个钉子碰不够 两个钉子碰来凑 敬您公主 那你怎么忍心伤害我呢 这么的纯真 这么的善良 这皇上怎么忍心伤害他呢 那你怎么忍心伤害我呢 你不同 有 他的心呢 是顶级的酥酪做的 那么多软 碰得不敢碰 你的心呢 顶多是豆腐渣做的 好 伤他心的是别人 却让我来收拾 太公平了 你要是要办皇帝呢 你就得认 不过没关系 我相信真情可以改变一切 我会用我的真心来感动他 行了 别喝了 有事要你办 快走 朕现在心情不好 以后再处理吧 什么 什么以后再说 待会刘大学士会过来 叫你轻点电视近视榜 到时候点一个就是了 近视榜 我好像听说过 就是要我轻点名次是吧 名次已经点好了 到时候你听崔丞相的指示 点上朱砂就行了 叫你点谁就点谁 知道吗 好了 我知道了 老公的ом Hasen 没有终 Sek实病 五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是 平身 谢万岁 启禀皇上 这九位都是殿氏的三甲进士 他们的文章 皇上您都亲眼预览过 这就是名单 请皇上用龙笔点出状元 榜眼 太后话 为我朝廷再添英才 这位是吴玉石的公子吴英明 你点这里就对了 我十年寒窗普渡 就是希望金榜提名 这次定是 我果然融成金氏榜了 就等着皇上钦点名字了 可是谁想到 丞相把我从金氏榜给踢出去 改由高官子弟顶替了 我这就成了落榜的金氏了 是 吴玉石官做得还挺大的 吴英明 吴英明是哪个啊 皇上 不才就是吴英明 好大胆 吴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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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英明还是我英明啊 朕都不敢自称英明了 你敢自称吴英明 分明是藐视朕 皇上息怒 这都是不才父母所取之名 小人不敢预举 你爹官都做那么大了 连个名字都不会取啊 可见他这官做得也不怎么样 不养出什么样的儿子 可想而知了 朕如果真的要给你做状 那朕还真是不英明 出局 皇上英明 我说刘大学士 这次电视还有哪些优秀的文章 你快点给朕都呈上来嘛 多多益善 不要只局限这九个人嘛 启禀皇上 本次电视 原有一人文采极佳 但因三甲之线而成遗珠 他的文章 微臣使爱不释守 因此随身带着 刘大学士 你竟敢资偿共生文章 怎么 你想私下举一剑是吗 丞相大人此言差矣 既落榜 就无私藏举荐之意 况且 这位共生李尚文的文采 确实优秀啊 尚文 快点把那个李尚文的文章 呈上来给朕看看 请皇上遇了 写得好啊 写得好啊 犹如仙女下凡 猛虎出山般的好文章啊 朕多来 朕多来心中犹如 犹如举头望明月一般的感动 犹如 犹如中了开心彩一般的爽快 太好了 写得太好了 这文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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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朕都快流下了感动的眼泪了 朕如果不点他的话 朕晚上睡不着觉了 好 即刻公布 本朝的星科庄严就是他了 李尚文 大人 皇上英敏 叫你亲你吴玉石的儿子当状元 你胡点什么 大字不是几个 你还在那里装模作样子 写那些不成文的句子 小心我删你 你删啊 你以为我是胡点瞎点的 李尚文的文章好不好 我不清楚 但是刘大学士说他好 肯定差不到哪儿去 再说 李尚文的人品我知道 他是个正直的人 这 这 这么说来 这李尚文你认识 没错 老实告诉你们吧 他是我的结拜兄弟 之前啊 他因为得知 殿氏的名次内定 所以失望地打算上吊死剑 幸好被我救出来 眼前的科举之度 有这么的混乱 大家都知道要收惠买官 这功名称经论两的卖 还需要你们这些官干什么 干脆拿秤去做官不就得了吗 我想你们也不想看着朝政 变得乱七八糟的吧 就拿你们两个奸臣来说 我只是打个比方 假设 假设你们是奸臣 那那些送惠买官的人 肯定不是好人了 你们奸 他们更奸 人家更奸会奸输你们 说不定你们就被淘汰掉了 如果是寻正常管道引进英才的话 那那些英才肯定不是什么使奸之人了 那你们仍然是奸王之王 为人动得了你们 你们只要指使那些英才 替你们埋头苦干 功劳你们来战 这不是对你们很有好处吗 你是要李尚文做状元 对 他是老实人 动不了你们的 而且他也是我当初要求的那两个进宫 陪我的人其中之一 你们就帮帮我嘛 让他进来陪陪我好不好 你擅自决定不听我的乱顶记事榜 你还得了啊你 你还真以为你是皇上 好啊 那这皇上我不办了 你们另外找人去办这鸟皇帝 你找死啊 你好吧 好了 好吧 不过是个小小的状元 无浴室的公子啊 下次再让他做状元好了 就这样吧 好吧 既然秦公公已经说话了 你也钦点了 就这样吧 嗯 太好了 只要上王哥就可以金公陪我们了 我答应了 我是想不想可能 我答应了 我答应你了 还有你就是想不想不想到 李尚文 该你了 该我什么 上宫堂受审去 县老爷还等着治你的罪呢 大明的律法我倒背如流 我不知道我犯了哪一条 李尚文 这大明律法有好几百条 我就不信找不到一条治你的罪 你呀 有话甭跟我们说 上宫堂跟县老爷说去 好啊 去就去啊 君子坦荡荡 我就不信 你们能把白的说成黑的 待会儿啊 就让你见识见识 走啊 大胆刁民李尚文 你可知罪 我李尚文 行的正 做的端 从不以身是法背离王道 喝醉之有 看来本官今天不爬出你的罪状来 你也是不会乖乖怨罪的 刁民李尚文 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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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王法 灭是王法 灭是王法 仓 仓赌这两 大人 是抢夺 抢 算了算了 你来念吧 你就把他的罪状 一条一条的清清楚楚的念出来 让他死也当个明白鬼 遵命 大人 罪名李尚文 灭是王法 抢夺官府准备发放给灾民的镇粮 并散布不实谣言 怂恿无知的百姓与官府对抗 罪证确凿 你可知罪 这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指控 我没有罪 你看看这包镇粮 是不是很眼熟 这就是从你家搜出来的脏物 现在是人脏必破 你还敢不承认吗 好 那敢问大人 这就是光天花儿之下把镇粮运出去的 这还不简单 也不是一个人行窃 是劫活抢劫 其他的江阳大盗 抢了镇粮就逃一无踪 只剩下你这么一个贼手没逃掉 怎么样 本官说的对不对 对 对 根本就不对 你这是无中生有 栽赃陷害 我刚到安平县城 就看到百姓们无义生计 栽民无数 一打听才知道 所有的镇粮 都让这县太爷给私吞了 他们才没办法活下去 你胡说 我回官清廉 爱民如子 怎么可能会干出这种事的 你以为官清廉 爱民如子 那为什么不发镇粮呢 为什么要等到我 带着香蜜们到官府去抗议 你才敢发镇粮呢 这 这 我是晚发呀 可不是不发呀 不是不发什么 你这是对此事怀恨在心 然后把镇粮偷偷地放在我家 再当陷害于我 然后把我抓到监狱借此报复 住嘴 这是一派胡言 现在安平线是我说了算 不容许你在这妖言惑众 固惑人心 来人 是 把这个刁民给我押下去 明天 就今日正午 推到菜市口 斩首市中 是 你 不容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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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找李尚文 都找不到呢 亏你啊 还是个东厂统领呢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李尚文的人 你别这样抓住他 你看他 他都吓得说不出话来了 这位大爷 你一会摇头一会点头的 你到底认不认识李尚文啊 认识 认识 大名鼎鼎的李尚文 全开明线都认识他 哎呦 想不到这书呆子读书 还读书给明堂来了呢 他人在哪啊 菜市口 我正好敢去看他 菜市口 去那干嘛 你 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李尚文啊 李尚文 看来大明朝 已经是来到骨头里了 上梁不正 下梁歪 皇上不上朝 全臣霸持朝政 地方官吏也是贪赃枉仿啊 苦的还是老百姓啊 天阳兄啊 我还是真听你的话 我想以一己之力 为改变天下做点事情 可是没想到 让这么一个小小的县令 把我给陷害了 不但壮志未仇 我还留下了一身的污名 我以和颜面 面对我的列祖列宗啊 早知如此 当初你还不如不要救我 让我吊死了算了 哎 哎呀 李尚文 最后一顿了 啊 多吃点 这吃饱了 黄泉路上走得好啊 多吃一点 多吃一点啊 哎 也罢 这哪是酒啊 这是醋啊 这个 当然是酒啊 这血炎酿坏了 好 压医大哥 能麻烦您一点事儿吗 帮我带封信 给我的兄弟何天阳 当然可以 嗯 这上面写的 看清楚了 开索要半两 酒菜一两 跑腿五两 笔墨四两 探监是三两 洗澡二两 这棉被跟韭菜都是一两 您这个笔墨加跑腿 一共是九两 嗯 你一个小小的牙医 都无耻到这种地步 你还不如去抢 怎么 不吹是吧 你就等着死吧 兄弟们 送他上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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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绍文 临死之前 你还有什么爷爷要交代的呢 哼 你这个狗官 贪赃枉法 草菅人命 我被冤枉死不足惜 但老天有眼 你一定会有报应 闭嘴 闭嘴 你少文 你坏就坏的 话太多了 所以 还害了你自己 你下辈子 最好是投胎去当家吧 你就会 小蜜百岁 哈哈哈哈 五十三客野道 准备行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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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 有点 你到家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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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秋 李尚文 谢大人救命之恩 李尚文 你抬头看看我是谁 小丽 李尚文 赵元公 赵元爷爷 都怪小的 属下有眼无珠 刚才没认出您来 这一切都是误会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放过小的 小的自当敏感五内 节草闲环 李尚文 这点小小的意思 给状元公 您喝茶 吃点心用的 你一个小小的县令 随随便便的就可以拿出一箱金子来 你说 你到底误了多少 公公 您客气了 小的捞的不多 真的不多 除了这些还有吗 这 有 只要状元公 能在皇上面前 为小的美颜解决 小的后头还有一些 一同给您带到京里去 我最恨贪赃忘放的官了 我决定进京面圣揍你一半 把你满门抄 小的该死 小的该死 请状元公饶命啊 状元公饶命啊 下活命啊 也好办 马上给我开仓放粮 把你私团的财产全部拿出来 分给全新的献名 每户二十两 如何 啊 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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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两 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好 不分也可以啊 等我今天命圣之后 奏一本 把你彻职查办 把你个私团阵梁 抢索名才 我给状元公去吸毒 您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那都快滚 我这就去 我这就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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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婦 railroad 谢谢 我 谢谢 老 Due 谢谢 那 noodle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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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老爷 谢谢 谢谢 大老爷 谢谢 大老爷 你这一次呢 真的是做了一件好事 谢谢 不但救了这些老百姓 而且还教训了一下这个狗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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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件事情想要问你 谢谢 你怎么就成了太监了呢 还敢到法场去救我 我怎么会变成状元呢 其实呢 救你的公寿 是皇上 不过有个事情在这不方便说 谢谢 大老爷 等你啊静静面上之后就知道了 谢谢 谢谢 大老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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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老爷 谢谢 大老爷 谢谢 大老爷 谢谢 大老爷 你到底怎么感谢你 你干吗 还垮了一张脸呢 谢谢 谢谢 这 这二十了的 又二十了的 谢谢 大老爷 我快要破产了 谢谢 大老爷 谢谢 大老爷 破产 总比没命好嘛 是是是是 壮元公教学得好 我告诉你啊 谢谢 谢谢 我要尽精面胜了 谢谢 大老爷 但是呢 我会监督你的业举一动 谢谢 皇上 你要是再敢贪污害人 我绝不饶你 哎呀 壮元公 切放心 小的不敢了 真的不敢了 谢谢 大老爷 该消毒了 谢谢 大老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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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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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大老爷 别发了 别发了啊 谢谢啊 别发了啊 谢谢 谢谢 怎么不发了 谢谢 大老爷 没没没没 发呀 发呀 谢谢 大老爷 怎么不发了 快点发 快点发 发得越多越好 发到赵人公高兴 发到公公高兴 对对对对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 这下你们高兴了 谢谢 大老爷 谢谢 大老爷 庆臣 臣 叶影 阁下 再见 臣李相闻 叩见皇上 除了小栗子 其他人都给我下去吧 朕要跟这位星科状元 好好聊聊 是 李相闻 臣在 当场星科状元感觉如何啊 回皇上 臣以前是落榜的近士 臣蒙皇上的圣恩着用为状元 臣犹如从十八层地狱直上了九霄 非常开心 当然是非常开心了 恐怕你也开心不了多久了 你很有可能是咱们大明朝 寿命最短的状元 李相闻 你可知罪 臣惶恐 臣不知错在哪里啊 朕已经看过你的死剑书了 好你个李相闻 居然敢骂朕 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亲皇上恕罪 为臣是一时糊涂 一时糊涂啊 臣在写死剑的时候 心中有一种悲愤的心情 不吐不快 绝对没有冒犯皇上的意思啊 臣只是希望皇上能够断正朝纲 苦民所苦 铲除奸党 扫除那些 放肆 这是天子啊 需要你提醒吗 臣最该万死 臣最该万死 这宫外的规矩呢 是百姓怕捕快 捕快呢怕流氓 但是在皇宫里头 天大地大都没有皇帝大 你骂朕就是你不对 王法 你没听过 百姓怕捕快 捕快怕流氓 王法对二锅头那种家伙 一点用都没有的 这不是天养兄的搞偷禅吗 怎么皇上也会说 而且皇上的声音 怎么跟天养兄这么像呢 李尚文 唯臣在 抬起头来 让朕看看你这个不知死活的状元 臣 臣 遵旨 天养兄 皇上 我是状元 天养兄是皇上 我中楼状元 天养兄是皇上 小林是太监 我是不是在做梦 我想想 我一定是在做梦 一定是在做梦 要不然一定是我的脑子出了什么问题了 我就脑子 痛不痛啊 痛 痛 痛不就表示你不是在做梦啊 真的 我是天养啊 乖起来乖起来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是这样的 简单的说 我跟当今的皇上长得一模一样 但是皇上有一天突然昏迷不醒了 这个苗贵妃 崔丞相 还有秦宫廣 就把我找来假扮皇上 目的啊 就是为了要把持朝政 兴风作蜡 就是啊 天养哥觉得宫里头无聊 所以呢 就叫我进来作伴了 还有啊 他知道你胸怀大志 但是难敌黑暗政治 所以呢 陈济世宝那一天 他就故意把崔丞相指定的状元给拉掉 然后呢 清点你为状元 原来是这样啊 我的好兄弟啊 我虽然当了皇帝 但是无时无刻不在惦记你这个好兄弟啊 我也是啊 我在外面一直担心你的安危啊 你说这人的机遇真是变化莫测啊 现在你当了皇上 我当了状元 而且我们三个就在咱们每天骂的这个潮水上啊 就是啊 我都没有想过哪一天我会当太监啊 天养兄啊 你的衣服太帅了 是金的吧 真的 应该是金丝的 你看我这个 原来装的衣服是这样的 怎么救我 我什么都没有啊 谁叫你是太监呢 比你 我的比你好看 不当了 绍文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位看起来冷冰冰的是苗贵妃 那位看起来深不可测的是秦公公 还有这位 看起来气得眼睛都会喷火的是崔丞相 各位 这位是星科状元 也是我的好兄弟李尚文 陈李尚文见过苗贵妃 见过崔丞相秦公公 各位 我听说优秀的状元都会被选进汉林院 当什么数级士是吧 但是我想把李尚文留在我身边 辅佐我治国处理政事 你李什么政文 你治什么国 我同意你让李尚文当状元 那是给你的极限 你身无英明你知不知道 我赔了三千两银子 我都还没找你算账 气死我了 赔银子是小 多一个人知道秘密 就多一份风险 我赔了三千两银子 我赔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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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李尚文当状元 那是给你的极限 你身无英明 你知不知道 我赔了三千两银子 我都还没找你算账 气死我了 赔银子是小 多一个人知道秘密 就多一份风险 讲得好 你呀 干脆把你们家的三姑六婆 全招到沟里面来 你顺便再搬一道圣石 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好了 你真是把我给气死了 崔丞相 你别激动吧 我保证啊 这个秘密呢 只有这间屋子里的人知道 不会泄露出去 而且除了这两个人呢 我不会再找任何人进宫来陪我了 你最好说话算话 要是再有人知道 你顶替皇上的事 你可别怪我心狠手辣 还有你们两个 要是在宫里乱跑 耍什么花样的话 我会让你们三个 人间蒸发 正才人 就是你们最好的例子 三千两啊 其实啊 他们会这么恨我 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的 是什么原因啊 因为我手上握有一份 皇上玉笔写的密纸 里面写的呢 是皇上要把 这皇位让给二皇爷 秦公公他们就是因为 胖母公布这道密纸 让二皇爷当上了皇上 他们的好日子就没了 尚文 真是不好意思啊 无端端把你拖下水 咱们是好兄弟嘛 你不是说了吗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对吧 况且是福是祸 现在还不知道呢 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个 现在不是又在一起了吗 是啊 人家不说嘛 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 我就不信我们三个人脑袋 夹起来要出给那些老头 对了 对了 有件事情我正好要跟你说 什么事 这是昨天哪 我啊 什么事 请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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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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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皇上 凭身 朕今日让你们两人前来 是要介绍今年的新科状元 李尚文给你们认识 尚文 这位是刘大学士 要不是他举荐你的文章 恐怕今年 你也不可能站在这儿了 多谢大学士在皇上面前举荐我 提西真学生感念于心 李状元文才精美 胸怀大志 是举子中的佼佼者 况且能为皇上推举贤能 乃是我的分内之事不足挂齿 李状元 毕姓章 官拜孝位 是皇上钦点的武状元 如今来了你这个文状元 皇上身边的文武状元 可算到齐了 我出来乍到 还请以后多多指教了 大家不分彼此 都是为皇上效命 尽力就是了 好了好了 招呼都打完了 现在谈谈正事吧 尚文 把你担心的事情 告诉大姐了 是 我从安平县 敬京面圣 沿途看见黄河泛滥 造成灾民无数 百姓们是苦不堪言哪 虽然朝廷发放了阵粮 可是十之八九 都让贪官屋里门给私吞了 如果放任情形 继续下去的话 我想用不了多久 肯定会有人揭纲而起 对抗朝廷 要是灾民真的剧重违乱 那就根本没有人种田了 到时候灾民就会越来越多 朝廷少了税收 那天下起不大乱了 是啊 所以朕不愿意看到大明子民 颠沛流离 饱受饥饿之苦吗 朕就决定打开内库震灾 帮助那些机民 朕让二位前来 就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感谢皇上能够体恤民间几苦 开内库震灾 可真是天下之幸 万民之福啊 皇上 臣以为此举大大可行 不仅可解燃眉之起 也可以化解朝廷 与百姓的对立 不过就怕 崔丞相 秦公公会反对 这也是朕 约二位前来的主要原因 宫里面耳目众多 一不小心就泄露了 这是朕的令牌 你们拿去给守良库的人 让他放行 切记 这一切要暗中进行 千万别露馅儿啊 臣遵旨 开内库震灾 皇上一向不问国事 怎么突然关心 寝民间的疾苦呢 二皇爷 皇上近来确实变化不小 就连从不干涉的科举选才 都是特别的关心呢 把顽固子弟吴英明 给剃除了出去 另举不仪共生 李尚文 着实让人刮目相看哪 李尚文 此人如何 心地纯良 学识过人 能够蒙皇上的慧眼相识 那真是万民之福啊 皇上以前只喜欢亲近美色 宁人 如今却是宝学之事 难道真是一场大病 让皇上变了一个人 不知他是一时兴起 才改变作风 还是能够长久维持 不管怎么样 趁皇上降旨赈灾 你们赶紧去办 免得让秦公公知道了 又在皇上面前胡说八道 是 是 什么 下令大开内库 发粮赈灾 没错 这小子还真以为他是天子呢 他瞒着我们召见刘大学士 和张韵实干了这事啊 我看这小子 他找这两个人 是想当他的爪牙 他竟敢干预朝政 再让他多做两天皇帝 他不就改立后宫了 娘娘 我早看出他诡计多端呢 他可不是一个简单之卫 我想 等他羽翼未封之前 先把他给 以免后患 没错 现在杀他 就像杀蚂蚁一样容易 将来他巩固了班地 就没那么好对付了 秦公公 您有什么好笑的 这小小的泥丘 再会砖 也砖不上天 只不过在那泥丘窟窿里面 翻了一点水花 难道就成了龙了吗 是吗 何天阳 再怎么搅局 要他的命 那是轻而易举 这很难说吧 这万一朝中 那几个死脑筋的被他收买了 护他为主 到时候可就来不及了 开粮仓 赈灾民的圣旨 已经下来了 收不回来 要是收回来 那是百民抗旨 到那个时候 不用我们说他是假皇上 天下百姓都会起一心 以奴才所见 那何天阳来这么一招 我们就来个顺水推舟 让刘大学士跟张校尉 吃回哑巴亏 加油 下一个 太多了 下一个 谢谢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下一个 好 谢谢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走啊 走啊 下一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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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谢谢啊 下一个 下一个 谢谢 谢谢 走啊 大学士 叫校尉 朝生有孽门 百姓就有福了 这是皇上得证 谢万四爷吧 谢谢啊 想不到皇上 还是愿意咱们百姓啊 下一个 下一个 太好了 这下将有快 下一个 走 让一圣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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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老娘 娘娘 假的 苗苗会对着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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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贵妃娘娘 参见贵妃娘娘 开粮赈灾 救了多少灾民呢 回娘娘 灾民为数众多 微臣实在是力不从心 只救济了九牛一毛啊 还有千千万万的灾民 渴望皇恩哪 娘娘 丞相虽然下令不许开仓 但是有皇上的御令在此 贵妃娘娘就是为此事而来 皇上的御令 与贵妃娘娘的奉派 应该不相上下吧 崔丞相 你是非祖枕开仓救灾不可吗 你 是 是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府及官僚机构 让无家可怪的灾民不但有饭吃 而且还有容身之处 贵妃娘娘的得责是广及天下的 贵妃娘娘千岁 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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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 最快的速度到处通知了 那么阵梁发出去得有多少 只有刘大学士和张少尉 监督下的阵梁出了两万吨 其余各省十八万吨阵梁 皆压下不放 这一眨眼功夫 两万吨就美了 他们两个手脚还真快啊 我要是再晚一点 岂不那十八万吨都给散发了吗 是是是 小的动作太慢了 请公公恕罪 算了 算了 你的本事不过如此 官哪 你也升不上去 不靠点横财 你这辈子会穷死 是是是 对了 你代表我 通知圣发粮行一声 那十八万吨阵梁 叫圣发粮行一举收购 还要命令各省的主事官员 立即 叫他们快意送到圣发粮行 一手交粮 一手提取银票 是 拿了银票 分一半给各省主要官员 另一半就会到我民间的布子里 是是是是 至于你那份就看你的本事 你去跟主事官员商量 我那份不能碰哦 是是是 记住 这事不能让苗贵妃跟崔丞相知道 要是走漏了半点消息 看你有几个脑袋吧 当然 当然了 那么 悲职告退了 去吧 是是 还不说 你不说 偎不说 你不说 这个意思 没什么意思 你不说 来 我认为付坐 那你不说 这个意思 你不说 这意思 你不说 你不说 是 不说 过 皇上降旨赈灾 以令哀家十分欣慰 苗贵妃 崔丞相 你们两个在从中 来帮皇上分忧 加开粮仓 那真是万民之福啊 苗贵妃 现在皇上身边 有你这么个贵妃 她也变得越来越名势力 母后 这都是儿臣本所当为 不值得一提 启奏太后 若非贵妃 娘娘 和崔丞相如此积极 恐怕地方官府 就推诿了事儿了 那就辜负了皇上的美意 算起来 这苗贵妃与崔丞相 应该首居大功啊 那当然 那当然 启禀太后 赈灾是皇上下的旨 是皇上体恤百姓 与旁人无关 张校尉 此言差矣 皇上热理万机 总有疏漏的时候 我和娘娘竭尽所能 辅佐皇上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你当初 叫梁官见着你的御令才放梁 压着官仓不开 难道 这已是辅佐皇上 刘大学士 我看你是怕皇上忘了你的功劳 才故意先参本相一百女 怎么 好了好了 各位倾家你们都辛苦了 不管是谁有功劳还是谁有苦劳 都是百姓之福 太后说得极是 极是 庆宁啊 来 皇上这么大病一场 反倒是越来越清醒了 还记得哀家怎么跟你说的吗 皇上年幼 就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登基以后啊 那是一时荒唐 或者她是想学从前的楚庄王 三年不明 一名惊人 不管你怎么扶着 不管我过去怎么商量戏 从今天开始 我会让你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皇上 我不会再纵情生生 不再终日酒吃肉连浪 我会把我所有的感情都灌注在你的身上 相信我 就从今天开始 我会做给你看 皇上 难道你真的病了吗 庆灵 你找我啊 皇兄 你总算来了 皇兄 我 我 我凑贵你了 我以为 你会像之前一样 死性不改 没想到 你真的为我改变了 清灵啊 为了你啊 我愿意做任何的改变 既然 皇兄已经改变了 我 我 你怎么了 我愿意做皇兄的贵妃 和皇兄 厮守一辈子 真的 清灵 你说的是真的吗 嗯 啊 词 疯狗 没看到我 我在忙吗 别吵我 啊 我的庆宁 谁谁谁 谁敢行刺皇上 喂 你们两个没事别来烦我啊 打断我一成美梦 皇上做了什么美梦啊 那什么美梦啊 不就是梦见庆宁吗 啊 庆宁是谁啊 人家是公主 之前天阳哥呢在御花园跟他见了一面 还没有摸清楚他的底细 就暗恋人家了 庆宁是公主 那不就是皇上的妹妹吗 天阳兄喜欢公主 喜欢妹妹 这可不行不行不行 这违背伦常啊 这可不行 对吧 错了 庆宁公主不是皇帝的妹妹 她是太后的干女儿 所以跟皇帝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 就算没有 她叫你一声皇兄 这也有为伦常啊 哎 你要记住你说的话啊 你叫我什么 天阳哥啊 嗯 以后别来救场我啊 哎哎哎哎 上文啊 哎哎 我告诉你啊 我从来没见过那么优雅美丽的女人 就像天上的仙女夏凡一样 对 人家是天上仙女 所以呢 你这个癩蛤蟆 就不要想要吃天儿肉了 天阳兄啊 你喜欢庆宁 那这庆宁喜不喜欢你啊 那当然了 他第一次见到我 就直敷上来 抱得我喘不过气啊 我肯定他是喜欢我 不错 人家喜欢的是皇上 不是你 如果他知道你不是皇上出生 而是个乞丐出生的何天阳 你觉得他会喜欢你吗 嗯 还有啊 人家是皇亲国戚 你不过呢 就是乞丐养大的街头混混 你哪一点配上人家啊你 哎哎哎小绿 哎哎 哎 小绿说得一点都没错 清宁公主喜欢的是皇上 不是我 她会抱我也是因为她误认我是皇上 一个是高高在上的公主 一个是乞丐出生的祸故 我怎么配得上她 哎哎哎 哎哎 哎天阳兄啊 你也比较气馁 虽然有所谓的门户之剑 哎 但是在古往今来 也有很多男男女女 摆脱了门户之剑 好好在一起的 是这样的吗 哎是啊 那说来听听吧 哎 哎 你看啊 这个《西乡记》里的 崔莺莺和张生 啊 牡丹亭里的杜丽娘和柳梦梅 哎 这不是最后的供杰连礼吗 那不一样啊 我听说说的说啊 张生跟柳梦梅最后都考上了状元 所以才能抱得美人归 不然哪有机会 呃 那这个啊 啊 麦油郎独占花魁你听过吧 啊 他是一个麦油的 最后啊 他还是跟他心仪的女孩子在一起了 啊 对不对啊 那也不一样啊 花魁是花魁公主是公主 公主的身份要比花魁高上好几百倍啊 哎 哎 那怎么能够混为一谈啊 那 哎 哎 哎 天仙佩牛郎之女 那是神仙神话故事 嗯 反正我觉得两个人只要相爱就行了嘛 所以 哎哟 哎 哎 我怎么连安慰个人我都安慰不了啊 哎 行了行了行了 啊 你这人哪 写文章做学问是一顶一的高手 但是啊 这安慰人的苦差事我就不勉强你了啊 有心就好 嗯 怎么变成了是你安慰我 哎 其实你刚才举的那几个例子啊 是不错的 嗯 但人家好歹都是读书人嘛 肚子里面有墨水的随便讲几句话都可以糊糊人 我呢 大字不是一个 跟他们比起来 怎么能 怎么能比呢是吧 哎 诗字 哎 我教你啊 嗯 教我啊 啊 可是那些字看起来一扭一扭都似乎不大好学吧 哎呀 紫月啊 骗入平地 虽不一窥 今 无王也啊 只要你想学什么事都不嫌晚 多试点字 多读点书 就能跟庆宁的距离拉近一点呢 哎 哎 对啊 哎 刚才你说那些话我都听不懂了 但是我要你教我读书诗字 啊 我要跟你一样考中状元 才能跟张生柳梦梅一样 抱得美人归 好啊 哎 哎 我们开始吧 就教你刚才说那个什么紫月 不不不不不不 那个太难了 欲速则不达 咱们慢慢来 呃 我先教你 写你的名字 写名字 啊 一天到晚只为公主公主的 就连做梦都梦到她 那我呢 啊 那我呢 啊 你对我们的爱 永远聚在我们心肝 无论以后 人生路 买到他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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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到晚只为公主公主的 就连做梦都梦到她 那我呢 啊 啊 小栗子 公主 叫我干嘛呢 我只是想问 皇上在干嘛呢 她在做些什么 身体有没有好些啊 公主 既然你都决定不接受皇上了 你管她人在哪儿 做些什么 我 我只是出于妹妹的担心 因为之前皇上大病一场 如今病体出狱 还是要多照顾一些的 以免旧疾复发 嗯 嗯 我 我这儿有块护身玉佩 麻烦你回去的时候 交给皇上佩戴 嗯 嗯 嗯 明明心里想要还故作清高虚伪 什么护身玉佩嘛 我才不会帮你交给她嘞 你慢慢等着吧你 玉佩啊玉佩 碰到我小栗子 算你倒霉 不是 你 你 嗯 嗯 嗯 你 嗯 嗯 好了 写好了 你看成吧 你看我写的字比你写的大呀 有天分 有天分吧 有天分 有天分 第一次能写成这样 已经很不错了 我就知道我有天分 我学什么一学就会 难怪叫天养 对了 天养兄啊 你叫天养 这伯父给你起这名的时候 有什么意思啊 当然有了 我爹说 我是从河边捡来的 从小呢 就是吃剩饭剩菜长大的 我爹说 我不是他养的 是天养的 所以叫天养了 不过 这老天对我挺厚爱的 不仅养我 现在还让我当皇帝 我看看啊 怎么样 天 犬 天养 太阳 果然是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除狗啊 这天和狗 一体同观 也是老庄之道啊 你能不能说一些人说的话呀 别说这些我听不懂的 好好好 不要这样的啊 这样 弄直的 手酸呢 酸没有关系 要挺住 启禀万岁 二皇爷 张校尉和刘大学士求见 请他们进来 是 来来来 手脚 好 好 好了 好 臣弟参见皇上 微臣参见皇上上 免礼 皇兄 你的脸上 我脸上怎么了 好好好 朕刚才在跟李状元讨教学问 李状元一肚子墨水 都喷到朕脸上了 皇兄在讨教学问啊 是啊 刚才我们说到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除狗是吧 老庄之道 对 这件事是老庄之道 老李不知道 老李不知道 老李是 老李是那个 皇上对老子李尔的道德经 非常地感兴趣 刚才呢 正在跟微臣 讨论这老子庄子的 优劣之处 皇上 您体恤明晴 以老庄无为之道 体恤百姓 真是令臣弟感动啊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 他们就感动了 李状元 自从你进宫之后 皇上整日与你为伍 言谈举止都不一样了 果然是敬诸者斥 真是天下之福 二皇爷 真是微臣分内之事 恭喜皇上得到 李状元这个府辟之臣 这次降旨赈灾 想必也是李状元的主意 臣弟 待天下百姓 感谢皇上恩赐 这个事有什么好谢的 就算我没点出李状元 刘大学士也从上百篇文章中 挑出他了 可见他眼光不错 刘大学士 以后啊 要常常挑出像他这样的人才 咱们朝廷才有将来啊 皇上唯以重任 微臣就是肝脑涂地 也应尽力啊 好好好 皇兄有李状元在身边 臣弟放心多了 希望皇上以后 能亲君子袁小仁 这你放心 朕的眼力好得很 君子小仁一望即之啊 那就好 臣弟先告退了 好好好 微臣告退了 好好好 皇上 还有一事想请皇上定夺 什么事啊 西方红毛帆佛朗基 进贡了一批焊火器 想请皇上移驾 试试火器威力 什么新火器啊 很厉害吗 看什么啊 这里面有火器吗 啊黑的 皇上 皇上 这样很危险 这里面已经装满了火药 是吗 烧不留神 会丢了性命的 这玩意儿刀不像刀 剑不像剑 拿来当棍使吧 好像又不是那么回事吧 什么佛朗基的军火 一定是没有文化的 是被藩人设计的 这玩意儿能拿来打仗吗 皇上 这叫冲 是西方的火器 百步之内 就能轻易夺走人的性命 那那那那那 那你使给朕看看 好 为神示范给皇上看 这里 要顶住 右手胳膊要持平 然后冲口对准把筋 当然左手非常重 一定要脱平 然后 扣下打火锤 看到斑机没有 猛扣斑机 蹦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让朕来试试看 太简单了 就是这样是吧 顶着金窝是吧 来 来来来 望望到哪儿收 这儿吧 皇上 救我一姐 谢谢皇上 不不不 皇上 千万不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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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皇上 这玩意儿太危险了 一不小心就能置人于死 所以请皇上对准把心吧 好 还是打把心吧 来来来 好 还是打把心 你把心扣掉 你把心扣掉 永远聚在我心扣 无论一眼 人生路 买到你走 走 好 好 来来来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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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配一桶! 有月的到了! 儿了了了... 2 啊...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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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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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玉 怎么会这样呢 不就只是响一声雷吗 怎么就这样晕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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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么简单的 玉玉 怎么样 要不要紧 不要紧 不要紧 快快快快 怎么了 是打雷了还是地牛翻身了 不是打雷 也不是地牛翻身 是弗朗基进攻的火冲发出的声音 威力无比啊 你看看 这就是白纸之外的靶子 这距离这么远 还能打这么大一个洞啊 这弗朗基的火气还真厉害啊 赶紧通知张校尉定他个五百只 请皇上收回成命 怎么了 这么厉害的火气 要是配给边疆的军队 还不打得那些蛮族屁股尿流的呀 皇上 长冲昂贵 需与军需处商量才能安排 贵也值 一只长冲啊 抵得过十几个武林高手 这么厉害的玩意儿 挂在身上多威风啊 是 御医 是 皇上龙体无恙 你先退一下 是 为臣告退 我 我看你找打 玩什么长冲 是不是张校尉 唆使你的 这么好用的东西干嘛不用 非要让自己的士兵 拿着刀根棍去跟人家打 那万一蛮族改用长冲了呢 朝着我们的军队冲冲冲 那我们的军队 不就等着被他们火载了吗 嗯 这 你管粮还不够 现在还管起军来呢 我告诉你 你只不过是天地脚下的一粒灰尘 何天雅 你听着 再给我耍什么花样 要是惹火了咋家 你们三个 我都给你们软禁在冷宫里 有你们受的 听到了没有 玩长冲 没把你命玩掉算你命大 等着瞧 这 我告诉你们 这俩人就是二皇爷说的啊 小人 我觉得现在秦公公啊 真的是把他自己当成皇上了 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了 天雅哥 既然人家百名不让你管事 你就甭管了 他们都来阴阴的 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 还是别惹火上身吧 怎么样 皇上没事吧 张校尉 你竟敢用皇上万斤之躯示长冲 你岂不是用皇上的安危开玩笑 我要是向太后揍你一本 我叫你九族不保 看你一副平常装的忠心耿耿的样子 其实你根本是听命于二皇爷的指使 想见皇上于危险当中 你居心剖策 你邪口喷人 嗯 卑职从来没有大逆不道的想法 人心隔肚皮 你跟刘大学士整天绕着二皇爷的身边打转 你图的是什么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张校尉 对 皇上叫你跟刘大学士去赈灾 就代表你可以左右皇上了吗 你给我听清楚 以后你跟刘大学士要去面圣 要先过了崔丞相跟我这两关 懂吗 如何 和 怎么样 和天养三个字写得够大起码了 这和天养准备和拳养了 你什么都变狗养的 你别骂人啊 这明明就是天字 拜托 天是这样写的 这才叫天 尚文 你看我这个字是拳吗 大字上面写直了是天写歪了就是犬了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害我连那么久的字 原来我是狗哑的 我再写一次 来 好啊 好啊 你怎么才能听得到呢 我走啊 yee te 好了 怎么样 这个呢 就叫做 狗改不了吃屎 改变不了的 我发誓我一定要把字练好 绝对不当狗养的 什么狗啊 庆宁 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 黄兄给火气给轰晕了 所以特定来看看 我就知道你还是关心我的 请您 你们在写什么 天养 全养 这是谁写的 写来做什么 是小栗子 是小栗子这个不成才的家伙 你看看 他不识字 我跟李壮业在教他写字认字的 你看 他把这个天字写成犬字了 简直就是那个 朽木不可雕 粪土不可吃 是那个奋土之强不可敷 对对对 小栗子就是十足的奋土之强 你在说什么呀你 你要说了 行 行 好了 小栗子 李壮业 这里应该没你们的事了 你们先下去吧 不要 是 王上 那我们就先下去了 不是 干嘛呀 喂 清凝啊 你一听说我昏倒的事情 就赶忙过来看我 你是放心不下我 对不对 我听说 皇兄晕倒 很担心皇兄要倒下不行 不过现在看来 皇兄身体无恙 既然没事 我先走了 才刚来怎么要走呢 我的头 皇兄 你没事吧 清凝啊 我知道你心里明明是喜欢我的 可是你为什么要抗拒这段感情呢 你 你放开我 如果你讨厌我的话 你就不会来这里了 对不对 你别逼我了 回答我的问题 我就不逼你了 我要知道你对我的是什么感受 我要知道你心里面在想什么 你是不是还对我念念不忘 我 根本就不像你之前说的 对我已经死心了 对不对 好了 我喜欢你这样可以了吧 你之前不理朝政 不管民间疾苦 我劝了你几次都没有用 所以我就放弃了你 本来我以为 这辈子跟你 不会再有任何牵扯 没想到 你大病一场之后 心性完全改变 不但 不理政才人的纠缠 甚至 还占良灾民 我承认 你所做的这一切 让我对你另眼相看 啊 这么说 你愿意做我的贵妃了 不 这还不够 我需要皇兄 从内到外真正地改变 我 从内到外真正地改变 我 从内到外真正地改变 我会 好好地观察你 我会好好地观察你 希望皇兄是真正地改变 而不是只做表面功夫 或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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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接受你的提议 啊 清理啊 我不要求你马上接受我 但是我会一直努力的 总有一天我会让你 从内到外真正地接受我 皇兄 我希望你一言九鼎 说到做到 嗯 我先走了 哦 对了 皇兄 你有没有收到 我之前送给你的护身玉佩 那可以为你消灾解恶 所以要随身带着 护身玉佩 伤我 好 啊 帮我 看你了 你问我 甚至什么 哪 还uen 嗯 对了 你帮我 你 你跟你一言九鼎 说到做到 嗯 我先走了 对了 皇兄 你有没有收到 我之前送给你的护身玉佩 那可以为你消灾解恶 所以要随身带着 护身玉佩 我是托小栗子 把它转交给你的 它没有转交吗 有 有 有 小栗子已经交给我了 你放心吧 我会戴在身上 每天看它个千百回 感受你对我的心意 收到就好 那我先走了 太好了 静音终于不再拒绝我了 它还送我护身玉佩呢 小栗子 你给我耍音的 像暗中破坏我跟清音的感情 我绝对扰不住 太棒了 小栗子曰君子成人之美 不成人之恶 天仰既然喜欢清年公主 你就应该要祝福他们呢 我不是君子 我是个女子 还有呢 我是天仰哥未过美的媳妇 所以我没有办法成人之美 唯女子 小人难养也 你说对了 我就是个女子 而且呢 我非常难养 但是呢 天仰哥她也是个小人 你看她 见义思迁 有了甚至忘记救人了 眼睛看着清女公主 就忘记身边还有个眼小栗王 你不能这么说 天仰兄虽然救了你 但是感情的事是两情相悦 不能强求的 对不对 我不管 反正这东西卖给她了 她就要负责我的一辈子 自古以来那条律法规定 救了人还得负责这个人一辈子的 有你这么不讲道理的吗 天仰兄要是知道清清这样 当初就不会救你了 你干嘛一直帮她说话啊 你怎么在那一边呢 我知道了 一定是她轻点以为状元 你飞黄腾搭了 所以就被她收买了 对不对 我被谁收买了 我李尚文行事坦荡荡 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地 我让她收买了 我要是让她收买了 我就没有当初的悬梁死见 知道吗 我现在是旧事说事不是说人 不想你感情用事 对 我感情用事 我对天仰哥这么好 怎么就没有人看见啊 每个人都会指色我 只会骂我 只会埋怨我 好好好 你们很奇怪啊你们 我到底找谁惹谁了我 好好好 你冷静点好不好 什么事想开点 彪老师遵命有情 我们怎么想开了 不是 你 我 好了 尚文 别说了 小丽已经打翻醋坛子了 跟她说再多也没用 你看看 你看看 是谁来了 皇上 你不是忙着 跟庆宁公主谈情说爱吗 怎么会有时间来御书房呢 我知道了 你这样练习权养 这两个字对不对 你还记得我跟庆宁公主的事 拿了 想要跟我握手言和啦 这么晚才跟我道歉 太迟了 谁要跟你握手言和 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什么东西啊 庆宁公主给我的定情物 护身玉佩 请拿出来 糟了 那东西已经被我扔了 怎么办 别装傻 快交出来 否则我对你不客气了 对 我 你我前天没事干是不是 我每天问你这个皇上呢 又准备东准备西的 还有我要跑上跑下的 我能有那么大的机型 运进那么一顶顶小的事情啊 好 那请您把你的记性找过来 赶紧把护身玉佩给我交出来 否则 别怪我把你赶出 记住了啊 太过分了 臭全样 竟然为了亲临够主要把我赶出去 也不想想我现在连命都不要的 在装小太监陪他 居然想要把我赶出去 我要是上场亲这么多 我就算有十颗脑袋瓜 也不够他看 这些我都想到了 你放心吧 有秘词在你身上 谁也动不了你 他跟这个二皇爷相比 是不是他还是让那些人更喜欢一点呢 再说了 真有事 由我陪着你吗 皇上驾到 吾皇万岁万岁 掉了 花华岁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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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岁万岁万岁万 chairs能 Lev 有利于我大明朝的流言 朕在大病期间也想了很多 也听了很多建言 朕决定啊 不再荒废朝政了 朕啊 要改头换面 不再做过去那个昏运无能的皇帝了 微臣 闪开 闪开 这是干什么 大胆 没看到皇上在上朝议事吗 看来 皇爷 您另有居心啊 何天阳 你干的好事 崔丞相 你怎么打皇上呢 呸 皇上 根本就是一个臭要犯的 三番五次我忍让你 你想顺着肝往上爬 竟敢私自上朝去 你真是找我死 何天阳这个臭小子 早晚就是我们的一个祸害 清理啊 呃 你是比较喜欢过去那个皇兄 还是喜欢改变之后的我 以前的你 比较会花言巧语 你会说很多天马行空的话哄我开心 但是一转眼 你又不记得自己的承诺 本来我都已经死心了 但是 你真的是转变了 变得诚恳 变得真心 虽然有时候似乎比较鲁莽 但是 我还是比较喜欢 喜欢现在的这个你 啊 啊 黄兄 清理 原来黄兄你在忙啊 那我不打扰了 哎 清理你别走 清理你别走 你误会了 我误会 你都跟女人同处一世了 我还有什么好误会的 她不是别的女人 你看仔细了 她是 小栗子 小栗子 我不是男扮女装 我本来就是 本来就是个太监 所以清理你误会我了 看你们俩站在一起 根本就是老天爷 刻意安排的缘分 俊男美女 才子佳人 简直就是天作之和呀 如果你们俩能够共结联练 不也能信上旁人 传为家谎 表贵妃真是心机太重了 明明知道我喜欢庆宁 还要把她许备给你 百明就是让我们兄弟翻脸嘛 我是怕你这个 没分寸的假皇帝 假戏真做 不小心让庆宁怀了龙肿 万一围挤到我后宫的地位 我是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万一真有那么一天 我也会想办法弄掉她的杂种 再把她打入冷宫 跟正才人作伴 你不可以这么做 我当然能 皇宫里我说的算 谁敢不听呢 宅 venue 你不可以 steady 欢迎我 我们欣赏 为 today 渡情 河北冠口无听 落水 下出 婉有情 省风吹上 火飘凉 春雨 苏年 队落我的心 温天 天无情 好君上海吃你情 用我的爱传你听立心 甘愿坎笑过一生 阴谈上心 春雨 渐中 门风去的世面 因为我知了 有你用心地爱我 春雨 毕生 门湘是来响响 无人的当中 难来听伤 春秋 你退坤的爱 永远聚在坤心肝 无人的爱 人生路被逃避走 永远聚在词 kamp